我们不做 谁做 我们不喊 谁喊 犯我中华者 追眼闭诸 用五星空气铺满白宫网页 让一勇军进行群响彻整个美国上空 他凭信息之力不仅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还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只会扮换中国红客 教老美到底该怎么做人 甚至就连美国官方都直接瘫痪了两个小时 他就是中国红客林勇 在一场门有效应的战争中 他和中国红客为十四级国人 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1年5月4日上午 美国人打开电脑后 回忧而同地发现 各大网站上几乎挂满了五星空气 伴随现一线五星空气的是机航的运用军机兴许 并且任凭这些美国民众如何操作 却始终无法将这些消除 这并不是中了血 而是我们红客出手了 为了就是给老美一个教训 事情还将从几天前讲起 2001年4月1日 美国的一架侦察机非法闯入我国领株 我国虽然多次发出警告 但老美置若网闻 我国之号派出飞行员王伟和他的战友 各自驾驶飞机拦截美军的飞机 难怪美军根本没把王伟的警告放在眼里 依旧我心我素 无奈之下 王伟只好和战友左右包抄 强行让美军侦察机按照我们的航线离开 没想到美军侦察机表面上离开 却趁王伟没有防备时 突然掉转机头 狠狠地撞向了王伟所在的战机 王伟的战机受损严重 无法返航 只能被迫跳伞 随后我国虽然全力搜救 但始终我们就找到王伟的下落 最终只能接受王伟已经牺牲的事实 没想到我们还没发话 老美竟然后言无耻地跑过来倒打一旁 不仅将世界原因 全部推到一步的王伟身上 还恬不知耻地要求我们赔偿他们的侦察机 老美的无耻行为 瞬间激起无数中国人心中的分开 在我国的强烈要求下 老美最终心不甘情不怨着 出示了一封所谓的道歉信 然而这件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我们作为受害方还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老美确信自己觉得委屈的不行 于是很多美国黑客组织起来 对我国的各种网站进行了无差别攻击 当时我国有50多家网站受到恶意攻击 上百个页面被恶意抹黑 上面充斥着各种嚣张的言论 以及各种侮辱性的东西 包括政府在内的网站纷纷受到影响 甚至连学校网站也被攻击 老美的黑客还嚣张地表示 中国的网站也不过如此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 很快就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用五星红旗铺满整个白宫网页 让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每个美国人耳边 他就是中国红客林勇 2001年4月 面对美国黑客的频繁挑衅 中国红客林勇坐不住了 他暗恨下定决心 一定要给老美一个教训 和他怀着同样的决心的还有不少人 他们不仅拥有高烧的计算机技术 还各个热爱祖国 因此他们瞬间化成为战士 面前的电脑就是他们的战场 手中的鼠标和键盘就是他们的枪炮 在他们的带领下 很多人受到影响 纷纷加出这场没有效应的战争 当时我国的技术有限 黑客之间的对决 对网速以及电脑配置的要求都比较高 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跑到网吧去和老美对抗 为了破解老美的技术 他们常常夜不归宿 通宵泡在网吧里 很多黄霸老板得知他们的害国行为后 为了让他们安心对抗老美黑客 也慷慨地表示爱国无价 只要是为了祖国的行为统统免担 功夫不负有限人 在这些无名英雄的努力下 我们还真的破解了老美上百个网站 但我们并不就像老美一样流氓 我们破解完之后 并不就攻击或者恶意地破坏他们的系统和数据 而是给他们一个警告 让他们明白中国人并不好惹的 中国就有自己的黑客 并且丝毫不逊色于美国 原本以为我们的任务至少能让美国收敛一点 没想到老美却不见棺材不落泪 竟然还嚣张地攻击我们的网站 并且他们的战绩还远胜于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林勇首当其冲地站出来 他明白我们和老美之间 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差异 仅仅依靠几个人的技术 很有可能会在这场大战中失败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强的主意 林勇认为我国人口众多 既然技术上短时间的古法学生 那就不如和老美上演一场人海战术 于是4月30日 他广发兴胸铁 招募技术高超的红客 没想到瞬间就得到了8万人的响应 他们以林勇为首 将功力的目标 直接放在白宫的官方网站上 经过这些大神们的不懈努力 一切之间就占领了白宫官网 等第二天 美国人进入白宫官网时 看着新鲜的五星红旗 纷纷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的网站 而我国的大神们 为了给王伟一个交代 还将王伟的道次挂在了白宫网站上 共所有美国人认真反思道念 除此之外 他们还非常诚恳的在白宫网站首页 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几个大字 这个幸会无疑是狠狠的打了老美的脸 但面对这件的情况 老美依旧是死下的嘴硬 丝毫不知悔改 而我们则表示没关系 反正中国红客会出手 事实也确实如此 红客们的举动 很快就会让老美明白 千万不要随意招事中国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把这些人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联盟 一致行动 一起来告诉这些反华势力 犯我中华者 虽眼必诛 他凭一己之力 带领八万中国红客 不仅将五星红旗 铺满整个白宫网页 更是分分钟叫老美该怎么做人 然而却有些心怀不轨的人 打着他的旗号 做出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2001年5月8日 老美的白宫网站被攻破后 依旧不止悔改 而我国民众的爱国知识 情绪却更加激昂 因为两年前的这几天 我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 被恶意炸毁了 薪酬加上旧恨 中国红客们纷纷出手 不仅进入了老美的财政部 还占领了老美的海军官方 警卫队官方等国防安全部门 却迟连后勤服务网都没放过 虽然入侵了这些网站 但我国的红客们 却非常有功德性 并没有随意的更改他们的信息 只是默默的把五星红旗 挂满老美的各大网站 等美国的黑客们投降后 我国的红客就成功身退 深藏共寓民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外交部交涉了 毕竟老美的实力也摆在那 关系也不好闹得太僵 最主要的是 他们不想让我国的外交部为难 此后中国红客联盟就销声匿迹 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不会再出现时 时隔七年 他们却再次出现在了大众事业之中 俗话说人恐是非多 随着红客联盟的声明远播 一些心怀不给的人 竟然打着红客联盟和林勇的旗号 开始搞事情 为此 林勇不得不亲自出面 他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将技能用在商业上 而他本人也确实会说到做到 始终致力于中国信心安全问题 但是他的做法 却不被红客联盟的合伙人认可 合伙人不仅打着他的旗号 背着他私自开班教学 还骂他没有脑子 放着大好的赚钱机会不要 一点钱都不会挣 合伙人的行为被林勇发现后 为了维护红客联盟的声讯 他果断地关闭了红客联盟的业务 并且明确表示 不会涉足商业 有他做表率 我国的红客们也纷纷刻进之手 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红客们的维护下 我国多次成功抵击住了 一些外国不怀好意的助行 正是因为有他们在 我们才得及享受安全的生活 才得及没有顾虑的开心上网 他们的战场虽然没有效益 但是他们的英雄举动 却始终值得我们尊敬